英軍後防告急, 怪雞中堅拍檔擔大旗 英格蘭星期五的世界杯外圍賽會作客聖馬力樂 但賽前不斷傳出球員退隊 更加是後防佔大多數 熱似的大神、曼聯的里奧費迪南 以及車路士的加利卡希爾 全部不能踢 領隊學神就召了史提芬泰萊入隊 他只是首次入選 起初他還以為有人惡搞他 史提芬泰萊的國際賽經驗雖然是零 但勝在紐卡數是必然正算 狀態不是問題 學神更加可能會用卡惠克來客串中堅拍檔 加上對手是世界排名207的魚腩 英軍後防就算排出騎尼中堅組合 都應該可以頂得住 儘管看看他們接下來會有什麼表現